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快,师徒四人走到一个水流很急的大河边 河水拍打着尖尖的岩石,水朝四方溅起 这条河看起来很危险 悟静说 可是要去灵山就得过河 八戒叹了口气 我们绝对不能安全过河的 我们还是回家吧 不可以 悟空说 看那边 悟空指着上流那边 有一个细细的木头横跨在大河上 木头下面水流很急 木头摇摇晃晃的 唐僧看了看木头 别傻了,悟空 我们不能用那个木头过河 它太细了 而且看起来非常滑 可是那个木头是我们去灵山的唯一方法 悟空说 你得相信它是安全的 看我 悟空跳到木头上跑过去 又跑了回来 看见了吧 他说 很安全 八戒哼了一声 你很轻,悟空 可是如果我走上那个木头 它就会断的 我相信悟空 悟空说 我们得从木头上走过去 跟我来,师父 悟空说 他把唐僧朝木头那边拉 唐僧吓得发抖 别让我从那上面走过去 我掉到河里会淹死的 那就从河上面飞过去 八戒提议 我们可以抱着师父和马过去 不行 悟空主张说 师父得一个人完成取经秘程 我们在这儿是为了保护师父 不是为了抱他过河 师父如果不亲自一步一步地走 佛祖就不会允许师父拿到真经的 就在这时 一个划着小船的老人出现了 我可以帮你们过河 他说 谢谢你 唐僧说 他朝河岸走去 我的徒弟让我从那个木头上走过去 唐僧吓了一跳 船有问题 他对老人说 船没有底 进水呢 船很安全 老人说 赶紧上船 赶紧上船吧 佛祖等着呢 那天 他看到自己没有沉下去 大吃一惊 他坐在船边 悟尽把马迁到了船上 八戒和悟空跟在后面 船在河里走得很快 突然船来扑通一声 唐僧看了看河水 一具尸体再朝下游飘 他大叫了一声 有人掉进水里死了 悟空把手放在唐僧肩膀上 笑了 那是你啊 师父 什么 唐僧说 是我 悟空说得对 八戒大喊 那的确是你 你再看看 师父 悟静笑着说 唐僧更仔细地看了看尸体 那尸体穿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袈裟 真的是我 唐僧安静地说 可是怎么会 你扔掉了人类的身体 师父 悟空说 现在你是仙人了 师父也和我们一样了 八戒开心地笑了 船很快就到了对面河岸 师父四人从船上下来 他们走在灵山的山坡上时 唐僧惊讶地哈哈大笑 我感觉身体很轻 他说 我觉得我能跑到山上 太好了 八戒说 也许可以抱着我走呢 大家都笑了 他们继续上山 对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